图片特效的制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汽车是圆图 那这张图在做一些效果很好玩 因为它呢有前进的效果 那等一下做完效果可以像长这样 那长这样的时候我们来先来分析一下 这是一般的图片 就汽车的图片 怎么这色调都偏蓝 看起来有点比较不一样 很特别 可能又在雪地上 第一件事情先问问一下 你会不会把一个图变成灰阶的 而且变比较暗 这个在Foloshop就是去除保护度 第二个你会不会拉一个框 加白色 拉一个框是矩形工具 但是要扭曲哦 正常拉的框是长方形 但是透过扭曲就可以这样拉四个角落 接下来有的雪地区可以变成白框 那白框的时候呢 好 这个是彩色的图 但是我只保留这个区块 彩色的地方 其他地方都要这样 所以我想告诉你 这是一个图层 这是另外一个图层 那接下来 那车子要跑出来 又是另外一个图层哦 所以这边一个两个三个 同张图它做了三层图再叠成 那这边还有阴影效果 来我们就开到Foloshop来看一下吧 等一下呢 我可能就一步骤先把它做完一遍 你看一下 第一个开起来 那这个不用讨论 在Foloshop开起来呢 先做什么 原图先保留着 等一下可以做比对 先拉一个 我直接想告诉你 它需要三个 再看一下为什么需要三个 再看一下 黑白的一个 彩色框的一个 汽车可以跑出来 这是另外一个 至少要有三张图 三张图叠在一起 来 再拉第二个 再拉第三个 来 那一个一个来吧 这个原始图先留着 这张图要变黑白怎么做 在Foloshop太容易了 就去除 保和度 那在影像地方 调整地方 看一下吧 就这个功能 这里 就在这个地方 去除保和度 就变黑白了 当然老师 那你们看到 好像它更暗一些些 可以啊 更暗一些些 谁做 亮度对比在做 所以那里面 用了两个功能 一个是 把颜色去掉 叫去除保和度 去除保和度 其实也可以从这里来 从这里来 那再把它变亮 暗一点点 亮度更有张力 所以把亮度整个变暗 所以最下层这个地方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最下层 就是这个了 来 那请各位先做一下 这个地方把开起来 一 先复制三个图层 往这边拉 二 点着 所以 其他眼睛先关闭哦 如果你不关闭 你做了半天根本搞不清楚 当然如果你玩久 就自然有概念了 其实我是在这个图层工作 我刚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做 去除保和度 第二件事情再进来做什么 亮度对比把 亮度降低 让它变得更阴暗一些些 好来 请各位先做到第一个动作 关注